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神探夏洛克》第一季第二集 这一集的故事还牵扯到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我还是很期待的 电影开头就是一个美女在演示中国的茶艺 而茶剧在她手里似乎也真的有了生命力 镜头一转,家中的夏洛克遭到了杀手的攻击 而超市的华生也遇到了一点麻烦,和结账机器吵了起来 当然夏洛克在华生回来之前解决了一切 华生抱怨她在家中纹丝不动,而夏洛克根本懒得解释 随后两个人到了银行,银行的董事是夏洛克的同学 原来银行的保安系统被人破解,没有任何东西丢失 却在银行主席画像的眼睛上留下了奇怪的涂鸦 而且是在短短的60秒内闯入完成画作 而这个奇怪的涂鸦也贯穿了整部电影 随后夏洛克的神经质开始发作,似乎是在模仿着作案者的行为 最后确定了一个香港事务专理,爱德华范孔 因为那个符号很明显是在传递信息 而能从座位看到符号的人只有这个范孔 随后夏洛克潜入了范孔的家,而范孔早已死亡 自大的探长表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 而夏洛克表示,弹孔在左边,死者是左撇子 然后默默地嘲讽了一下探长的智商 曾经是军医的华生默默地降低了自己的身价 找了份诊所的临时工作 而夏洛克在家中坐着祈祷,继续想着案件 与此同时,另一个记者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就和当时的范孔一样,类似于密室案件 看起来是自杀 夏洛克从记者借书的图书馆里 同样找到了那个神秘的符号 从唐人街,他们得知那是一种苏州马兹的技术法 密码终将被破解 夏洛克从这些丁点的细节中就猜到 死掉的两人都是曾经往返于中国的走私犯 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其中偷了东西 而凶手不知道谁是小偷 于是杀掉了两个人 电影一开始出现的姑娘姚素林 也在这时候神秘的消失了三天 最后夏洛克在博物馆中找到了她 从一开始的涂鸦到后来姑娘脚底的标记 证明了他们都是中国黑帮、黑联帮的 所以这一系列事件开始牵涉黑道和走私 而他们所丢失的东西最终被夏洛克查明 是一只价值连城的玉簪 夏洛克和华生如此的机智 竟然还会中了别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导致没有能保住姚素林 让他凄惨的被枪杀死去 看来即使聪慧如夏洛克福尔摩斯 还是会有马师前提的时候 后来华生和他约会的女医生被绑架了 当然最后强大的夏洛克解救了华生 只是没想到的是 他们一直都在寻找的价值连城的玉簪 竟然被第一位死者私自拿走送给了情人 情人觉得好看就戴在头上 根本不知道这个玉簪的真正价值 简而言之 这一集的内容虽然官方叫做盲眼银行家 但是我看更适合叫做一根玉簪引发的血案 剧情十分紧凑 而且夏洛克对于案件的推理也很精彩 在这一集的结尾 没想到联黑联邦的重要人员 也会被这个幕后黑手给杀死灭口了 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